大家好我是乖修缠今天是2022年6月6日咱们最下复盘 那么创业版打破背词科技方向能否有戏 等待调整而踏空的有必要最高吗 调整还会出现吗 咱们海报的话呢是双标题的一个方向 那么咱们来针对这两个问题呢进行展开讨论和基础点评 那么首先呢对于大盘来讲当前的一个状态还是沿着武军向上爬升 沿着武军现在爬升的话呢 那么他每一次爬升他的强弱分界是不断的上移的 那么我们跟踪的重点的话呢其实非常简单 那么咱们在上午盘的话呢是有过图解的 那么今天更加简化一点简化什么呢 例如说像今天下午盘的回落 就是一点开盘之后的这样的回落 回落的低点的话呢是3218 把这个3218的位置呢当成接下来的强弱分界进行跟踪即可 为什么又变成了3128了呢 因为一分钟线转下一分钟线转上 这个位置不破 他实际上是可以把它当做3069.5以来的一分钟趋势上的第三个中枢组件来进行看待 就是说呢大家会发现啊前面这第一个一分钟中枢组件之后呢咱们对于强弱分界的一个判断把3155的位置当成强弱分界 短线超短 如果说呢震荡当中不破这个位置 它始于强势震荡的范畴 那么当第二个一分钟枢组件完成之后的话呢 那么第二个一分钟枢组件出到了3123 就是中枢的上延 这个位置震荡不破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是属于强势震荡强势整理的这样的一个范畴 从走势结构的一分钟趋势上的延续趋势的延续 好 那么当前的话呢 那么在今天下午盘回落再反弹 反弹的话呢 那么当前以今天下午盘的低点3200一就这个位置的话呢 当成他的接下来的强弱分界 这个强弱分界怎么去跟呢 如果说后面是一种震荡的方式不破这个位置视为强 如果说呢 哎 破了一下 但是立马的收上来 他可以理解为第三个一分钟中枢组件 然后呢 再往上 这是完全可以这样去跟踪的 那么如果说来快速跌破了前面的这样的一个低点 跌破前面低点的话呢 那么就要如果说呢 快速跌破前面的低点 那么就要当心强转弱 如果跌破之后的话呢 反抽又不给新高 反抽的话呢 又比较弱 那么呢 就要小心 最起码呢 先防一个一分钟的走出类型下的一个调整 这是呢 以强弱分界来进行跟踪 好 那么呢 这是对于三中指数 把三 就是当前对于他来讲 把今天的下午盘的低点 3218 当成阶段性的短线 超短线的强弱分界进行跟踪 如果说呢 再以前面的 3000 再以前面什么 再前面的 3183 就有一点什么 就有一点不合适了 如果是对于短线超短来讲 为什么呢 如果说 快速的或者震浪回落 赶破了这个位置 实际上已经跌了四五十个指数点 那么对应的可能有些个股已经反映非常明显了 所以说呢 这是对于商中指数 那么咱们就不做 细讲 一 顶分 就能什么时候出现顶分 破五君小心 那么从短线超短的视角来讲 把3218的位置当成强度分界 那么咱们重点点评下创业版指数 为什么呢 像创业版指数今天的一个表现的话呢 实际上是一带量量能的话呢 突破了过去一周的平均量能 而且呢 稳在五君量现在上方 第二的话呢 他的走法呢 震荡上是打破背驰的 这个打破背驰怎么去看呢 例如当前之前还属于一比上 但是在三十分钟层面来讲的话呢 这个位置相当离开段和前面进入 那相比较来讲 他是已经打破背驰的 那么打破背驰 那么对于创业版指数 当前的一个表现来讲 能否意味着科技方向 可以重点进行跟踪了呢 这里面要做两层含义的一个分析 那两层含义呢 从创业版指数本身的一个视角来看 当前的话呢 他确确实实反弹和前面相比 是打破背驰的 打破背驰的话呢 后面如果就回落 不进入前面的中枢的上沿 他就可以作为三列买点来进看待 如果强的话呢 他连前面的这个高点都不介入 这是更强的一种表现 好这是一种跟踪的视角 第二的话呢 对于创业版 那么呢 一度他就受到部分 创业版权重个股的 这样的一个影响比较大 例如说呢 像东方财富 例如说的话呢 像宁德宁德时代等等 那么像智能个股的 他本身的话呢 是盘子呢 近三万亿的这样的一个盘子 盘子本身的权重比较高 比较高的话呢 那么他对于创业版指数 本身的一个影响就偏重比较大 所以说呢 我们还要结合呢 结合具体的科技方向的一些板块指数 来进来进点评和评中 好 那么我们来看像科技方向 科技方向呢 对应的像软件服务也好 那么对应的软件服务也好 像云计算也好 好 包括呢 像缩资货币 包括呢 像东索西算 像5G 像半导体 好 那么像鸿蒙概念等等 那么对于整个科技方向的话呢 它的定性就属于呢 也是属于超低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定性 那么超低反弹的定性的话呢 那么从几个维度来进观察 第一 第一 当前的话呢 他在沿着五军向上爬升的 沿着五军上的爬升的 今天普遍的是 因为整个市场今天是带亮的嘛 那么后面的跟着视角 第一个只要说呢 沿着五军向上爬升五军不破 可以呢沿着五军去跟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 那么对于一些 例如说呢 咱们在昨天 包括呢 之前点评过像半导体方向的 那么对于半导体也好 包括呢 像云计算也好 软软件服务也好 像云计算 尤其是像云计算 半导体方向的 那么对应的话 什么呢 对应的 观察什么类型的个股 什么类型的个股是属于 领长与相应的板块指数的 这是一个观察视角 那么以领长什么领长跟的是趋势 就是沿着五军去跟 五军不破 跟跟踪即可 破五军的话呢 一旦出现领域破五军 那么呢 要防范 长转入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 是用这种小平台突破 或者单样不破的视角去观察 所以说对于像今天 创业版指数呢 打就是从他的做法来讲 已经是打破背词 打破背词的话呢 后面的一个回落 那么看整个创业版方向 从指数来讲 创业版指数 然后再结合具体的板块来讲 什么板块呢 能够 后面呢 能够带量 列出的像 举个例子 以半导体为例 半导体的话呢 那么近期他反弹 那么尤其是在连续 四个交易者 他的量能和前面相比 是明显的是有这样的方大的 明显的方大的话呢 那么前面 作为本身的超跌反弹的 这样的属性 那么对于该方向当中 一些 一板块内部 就是个股层面来讲 个股本身曾经一度活跃 然而也是属于调整比较充分 如果说那业绩又比较有支撑 那么对应的 可以能结合板块指数 一起这样去跟 那么呢 比较简洁的方法呢 沿着五军去跟即可 如果说结合产量解构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呢 像 长电科技 那么先自立个股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小平台突破嘛 上方 二十八一带呢 是有承压的 下方的话呢 他只要说这个平台不破 那么对应的 也沾起了 先用五军呢 是要去跟即可 如果说呢 把下方的平台给递破了 那么就属于强转弱 这是一个 自我保护 也是一种 纠错的一个防范 例如像维尔股份 那么对应的话呢 他实际上就属于 前面呢 是属于超跌的走法 那么当前 他实际上是有着 每个逐步走强的 一个态势的 那么沿着五军去跟即可 好 那么具体的话呢 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那么这里面呢 给他重点呢 给他做一个互动 这个互动是什么呢 这个互动是列出呢 在咱们 昨天 对于半导体方向的话呢 是给出过这样的一个 客观的分析的 有一位 古友的话呢 给出过这样的一个视角 什么视角呢 好 对于什么呢 对于 提到这样的一个视角 说呢半导体 散户呢 对半吃 对半导体上面 吃亏吃的还不够多 那么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和视角是什么呢 就是呢 自己在股市当中吃的任何亏 就是交易层面吃的任何亏 他从来无关任何个股 无关任何板块 无关任何方向 关乎的话呢 只有自己的认知也好 或者是自己的交易系统本身是否完备 以及呢自己对于 机会的尝试和风险的控制本身 他无关任何个股 如果说呢 用关乎板块 关乎个股来讲的任何方向 那么呢 他曾经都辉煌过 任何方向呢 在历史当中也曾经低迷过 也就是说呢 任何板块当中都涵盖了众多的这种悲喜 所以说呢 我们只是从技术层面客观的进行跟踪即可 同时的话呢 那么从当前的一个状态 那么对于上证指数 把3218当成短期的长度分界 那么对于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呢 那么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方量 方量过之后的话呢 后面重点观察的是分化也好 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增长调整也好 那么对于创业板指数来讲 触发三零百零的条件 那么对于板 不同的板块来讲 例如像云计算也好 像半导体也好 那么先看五军 其次的话呢 那么对于板块内部的量能够保持 好 这是一个观察的一个视角 好 那么呢 今天是2022年的6月6号 截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截后第一个交易日之后的话呢 那么后面本周同样 依然要适当的要防范什么呢 防范冲高回落 至于说 以什么的方式进行增长进行调整 那么呢 只能去跟 咱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啊 就随了吗 像等待调点 踏空的 要追高吗 千万不要追高 即便呢 想要去把握空置仓位的前提之下 挖掘什么呢 挖掘补涨的逻辑 要么是小平台突破 要么是单阳不破的一个视角 然后的话 做出这样的一个纪律的防范 而不是看什么板块 看什么个股涨得好 然后的话呢 涨幅比大 然后呢 就去追 这种这种交易方式的话呢 很容易吃亏 很容易高于三岗的 好 这是咱们今天复盘的一个 内容 请不过参考 不作为满卖依据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